大家好,我是小琴画画 我们今天还是画着小麻雀的不同形态 我们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白云笔调褶实 饱和一点褶实 也就是说稍微稠一点 稍微稠一点 然后我们再调点淡墨进去 淋化的时候呢 再调点这个笔头让稍微重一点 好,我们现在呢 先去点它的头啊 用侧风 点头部 然后接着它的背部 一点三线 好,我们接下来 把它的这个翅膀尖 用重磨给画一下 翅膀尖啊 先画这个 翅膀这个尖是弧线形啊 所以说大家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把它身上点一下斑纹 别点的太规矩了 点的稍微让它怎么样啊 让它那个随意一点啊 随意一点 这个尾部呢 这个尾部呢是翘起来的啊 是翘起来的 所以我们注意画的时候 画尾部 速度快 速度快 然后呢 这个尾部 一半啊 我们再用淡沫 很淡的沫啊 看嘛呢 它翘起来了 是翻上去了 所以说这个 就是比较淡 比较淡 尾巴翘上去 然后接着呢 然后接着呢 把它这个呢 给它画完 好 再把它这个下面 这个腹部下面 给它画一个弧线啊 画一个弧线到后面 到后面 然后呢 把大腿画出来 接着我们用重末 画嘴巴 这个拉长一点啊 拉长一点 然后眼睛在这 然后它有个腮斑 然后接着 把它的腿 爪子给画一下 站到这 这个爪子呢 要注意往前 按下去 太那什么了啊 太干了 不能干 这个只能看见 这个只能看见 这一点啊 一点 好了 这个就画完了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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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